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平兰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北京再也不藏着了 北京再也不噎着了 同西方的 尤其是我昨天说 同彼得伯格俱乐部操纵西方这些国家作为傀儡的这么个组织 我们和他们的直接对话正式展开我们的较量 他们的总人口差不多是10亿 咱们是14亿 那么我说过 全面反击 干英国 我们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 要卖给他武器 澳大利亚 低阶昂萨 也就是在比特伯格俱乐部这个架构当中的建民这一层 那他被我们干得死死的 澳大利亚如果说他不需要中国市场 就不会把他的大龙虾通过香港这个口岸 偷运回中国内地 以后以色列跟我们跳 他是这个总指挥 咱们就干他 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阿拉伯 咱们支持伊朗 给伊朗提供北斗 精确制导 那么对付美国 我们只要拿台湾 而且再把我们的潜艇开到美国西海岸去 在这里长期警戒 这个巨浪三 巨浪二处于这个预警攻击状态 那么这个跟美国的博弈啊 我们是有一个阶段的 那么还有一个国家 也是我今天重点讲的 那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一直以来 好像感觉他好像 我们好像把他们给遗忘了 我们在干这个最高级跟最低的 中间这个属于是 比特伯格俱乐部当中的 这个守陀罗 废舍这个阶层的加拿大 他想逃过 门也没有 北京正式出手 那么北京怎么出手呢 先让我听这个缘由是什么 我们说都知道 特鲁多原来跟中方关系还不错 自从加拿大孟晚舟事件开始以后 中间关系极具直下 像自由落体一样 极具直下 那么这是加拿大单方面的这个原因 那么24号呢 加拿大这个保守党啊 大概差不多有20名议员 一会儿在什么日内网 一会儿又在加拿大 要要求给特鲁多施压 说要通过涉江涉港的这个法案 要来制裁中国 他挺牛逼啊 要来制裁中国 这个里面还有自由党的 就是现在执政党自由党的 这个议员也有 还有一个家伙叫做吉尔赵 是个华裔二鬼子 二鬼子 我说句实话 他比老这些白鬼啊 对咱们还他妈狠 他绝对是支持这个法案的 要干中国 而且加拿大呢 有些这个NGO组织啊 大家说NGO组织不是美国有 加拿大也有 也是公开的支持这个香港 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些黑豹 那么现在他们通过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制裁这个香港的这些官员 行政人的这些 这些这些 头头脑脑们 因为香港人 很多在加拿大的挺多的 他们说要把这些啊 手头头脑脑的 在可能在加拿大的资产啊 在加拿大的 啊 这些什么的 给它冻结掉 给它制裁 啊 他也是对症下药了 所以我说过 当年啊 你们那些啊 国内的啊 那些 这个搜刮名指名高的 那些探官啊 或者说那些做生意的 你们跑到加拿大去 说句实话 挺失败的 这危险技术挺大啊 跑到美国 危险技术挺大啊 啊 到时候我跟各位讲啊 中中美一旦干起来啊 中美现在已经干起来 这些人 他们到时候就直接就没收你们的这个 这个财产 很多他就会干得出来这个事 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开玩笑的 啊 所以我说 那有些在加拿大的啊 那尤其要注意啊 对不对 啊 也不要骂 骂这个西方骂太狠了 到时候 有可能先首先把你们给制裁 我在中国啊 有辩方军 有解放军 有武警部队啊 保护咱们啊 咱们啥事也没有啊 但是 你还在加拿大的 你一定要注意啊 啊 那这么一个制裁法案出来以后 那北京啊 加上之前 这个特鲁多老是在那里啊 呲呲呲呲呲 拳牙交错的 是吧 好 那现在澳大利亚被咱们打得差不多了啊 这个非洲开始这个铁矿石也开始开始运出来了啊 那 他就靠边站了 那现在就是主动力量干这个加拿大啊 干加拿大怎么干 咱们加拿大 他的这个猪肉啊 是全球猪肉生产 也就出口第三大国啊 他的这个猪肉出口很牛逼 那中国呢 是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但是呢 我们由于这个碰到一些非洲猪瘟的问题 包括现在环保的问题 这个猪肉养殖啊 大幅度减少啊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自己的猪肉呢 供给自己是 没问题 但是说实话 我们还有一部分也是 出口的 那么加拿大的这个原猪呢 就进口过来 那么他的 加拿大这个猪肉 进口到中国来呢 每年的这个贸易额 大概是在26.4亿 那么也就是说 再到说到今年啊 到今年大概是 到现在为止 一共是16.7亿 那么到今年为止呢 差不多达到了30个亿 没问题 那么我们检测出来 他们啊 猪肉里面含瘦肉精的 也就是莱克多巴胺 被我们检测出来了 而且加拿大的 这个检疫和他的这个生产 所谓农产品的 粮食品安全 是全世界号称属一属二的 但是他这里面是导香湖的 我们发现 他们有188家企业 这些检疫核核症 全他妈是伪造的 全他妈是伪造的 全是假的 没有 检疫是不合格的 而且这个猪肉 也是不合格的 现在我们开始制裁他们了 我们关掉 关停 这188家企业 在华的办事处 全部关掉 全部就给你断绝来往 就加拿大猪肉 你就不要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那能吃吗 那肯定是不能吃的 对不对 那只有台湾的人才能吃 而且他现在加拿大 我说过 美国也好 加拿大越来越台湾化了 台湾 他也是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对这些农贸产品 他都是不他妈的简疫的 这笔钱都省了 台湾的菠萝都是那个黑心的了 现在 而且那个虫子 极客虫都很多 因为啥 不打农药了 不他妈简疫了 简疫是要钱的 简疫他 你去验啊干嘛 他都是需要时间 需要成本的 那加拿大他也不简疫了 伪造的 我们中国就出手干他 干他之后呢 他这个贸易部长 马上打电话给北京 北京电话拒接 他的外交部部长 打电话也给北京 王毅也不接电话 包括原来的 这个 自由党的 这个元老 跟中国关系搞得非常好的 这个叫做什么田 这个老头 也找中国 中国现在也不理他 都不理他 而且是北京在制裁的同时 又制裁了23名加拿大议员 就是这几个脑祸 这几个脑祸 他们 跟我们干 我们的反制裁法 就是这样对他们干的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 主动同西方去脱钩了 不是说西方 现在川普讲的 美国讲的 我跟你们脱钩 现在中国是主动跟你们脱钩了 而且各位要知道 前两天 所谓在联合国由美国发起的 这个什么制裁中国 这个什么联合法案 对吧 9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的基本盘是亚非拉 当年跟印度一起 中国是 那时候还不是领头人物 那时候领军人物是印度 在印尼召开 这个雅加达 这个不结盟运动当中 印度是大哥 后来印度 他没这个志气 他还是去梭落 这个西方人的鸡吧 吃他们的这个屎 喝他们盛鸟 吃他们这个 这个拉肚子的这个屎 那他们现在变成这个屌样 对不对 像小强一样的 又被西方人给坑了 把他们变成病毒培养品 对吧 那好 OK 好 所以说印度就这么给垮了 就这么给搞垮了 那现在呢 就是中国呢 是这个 亚非拉的总代言人 也就是说 我们是控制资源的 这些亚非拉国 9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是一直支持中国的 是 中国是他们的带头大哥 那四天下四十个国家 我说那就是 彼得伯格俱乐部 控制的那些傀儡国家 但是这些傀儡国家当中呢 又面临着 传统的右翼势力 反感这些犹太鬼子 想要翻身来干 比如说像法国呀 现在最成功的 在欧盟内部最成功的是谁 匈牙利 匈牙利的欧尔班 就是一直买我们中国疫苗 那个欧尔班 就是我们复南大学 要录 要过去的 他是头脑清醒的 包括西班牙的右翼的首相 他们是头脑清醒的 西班牙也好 包括匈牙利也好 都在反LGBT 就是犹太人的凯勒奇计划 LGBT 凯勒奇计划 就是从匈牙利出来的 大家想想看 现在他在反他 尤其是什么 他在和 把索罗斯的老巢给断了 欧尔班 因为索罗斯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我跟各位讲 那他妈是恐怖 就是 很多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所有的 各种奖项的得主 多数来讲 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 而且大家要知道 世界的有一首死亡曲子 叫什么 叫什么 黑色星期几 黑色星期天 这部曲子 也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搞出来的 大家想想看 你就在这个地方 你想想看 这地方的犹太人 你说这个 突变到什么地步 索罗斯老巢 大北已经在这里 奥尔班 奥尔班现在就干他 干他 把他都给干跑了 那也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在觉醒 都在觉醒的 这只看不见的手 现在已经到了台前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崛起 让他们 全部现原型的 这个我会专门出一集 我会系统性的 跟大家来 授这个课 跟大家来讲 当心世界的架构 这个概念 系统性的 跟大家来说一说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主题 就是说加拿大这个事 那现在加拿大 大家知道 加拿大这个国家 其实和这个 澳大利亚 差不多 都是靠农产品的国家 没啥工业 制造业不行 懂吗 都是靠这个什么 畜牧业了 这个农林牧鱼 靠这些行业的 那他大概差不多 中国跟他的 就这个里面 有多少生意呢 3800亿的生意 3800亿的生意 北京现在打算 要全部停掉 就是说 我要给你脱钩 我全部给你停掉了 那说句实话 这些议员的家族 不都是做这个生意吗 加拿大的议员 说能听听 西方大家要知道 西方的议员 就是发财升官 中国呢是反观 中国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官媒为思想当中是 升官发财 你看那些贪官 对吧 是不是 西方呢是 这个是发财升官 有着钱才去当官 然后出台反案 来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 保护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 那加拿大的这些议员 尤其是保守的这些红脖子 他们不就是干农林牧鱼 这种生意的吗 那行 好 你牛逼 你他妈说香港 说这个新疆 又要对台湾叽叽乖乖的 好 你牛逼是吧 咋中国人给你断掉 制裁你23名 这种红脖子议员 包括你 包括自由党的一些这个白左 然后呢 我们再干什么 把你这些起188小钱包给你干掉 接下来你 你再牛逼 你再叫做 你再硬是吧 好 你硬一点 我们再干 硬一点再干 直到把你这3800亿给你干死掉 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替代的 尤其是中国现在是通过 一些非洲一些国家 在替代他们 包括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包括中东欧这一些 都在替代掉他们 所以说我们是不怕他们 你牛逼是吧 咱们跟你主动脱钩 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呢 特鲁多现在又要找习近平谈 习近平也不甩他 就跟那个穆里森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他们又去找美国 要让美国对我们咱家施加力 美国现在中美贸易 我们都戳破了美国的这个冲货膨胀了 CPI那么高 五月份都达到了五个点了 这个月也是差不多是在这个点 五点二个点了 这么高的CPI 是不是 上哪耗羊毛去 北京不理他 拜登都要跟中国来谈了 有空管你 拜登最好他妈的你 加拿大你澳大利亚 全部都把中国得罪了 你们的这些市场 全部都 我都是给美国的农民 那我白右 我就是 那我白左不是把白右的票仓 全部给拉过来吗 现在他要解决内政问题 所以说到最后 加拿大跟澳大利亚会发现 你们永远是什么 你们不是美国 美国属于是查德里 犹太属于是这个婆罗门 美国属于是查德里 美国这些白右 英国这些白右 属于是 不是 这些 昂萨 这些白人属于是查德里 你加拿大只属于一个废舍 守陀罗 你澳大利亚属于贱民 那他们会考虑你们的这个业务吗 不会 反而在出手来干你们 你们是红脖子 土老帽 是吧 所以说 这些个昂萨 老兵都说了 会不会咱们干死 中国的反制裁法不是摆设 这他妈是实打实的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 利益这些法都是有用的 因为他们这些 我说过 西方这些议员 都是跟 对中国叫得他妈越狠 越要制裁中国的 都是跟北京有很大的利益的关系 就是利益牵扯和这个贸易来往的 我通过这个事 香港 新疆 台湾 我来制裁你 你要来找我 像过去咱们思路是 过去咱们不强的时候 就是 找他们谈 哎呀算了 你这个反而 你们别通过了 他们在捞血好处 大家明白吧 好吧 这节目就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好了